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这期视频来拆的玩具是万代HiMetal系列的 VFE这一家AP背包 今天这款产品其实是一款再版的产品 出版产品早在差不多是7年之前就有推出过了 但是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开始拍视频 所以说当时出版的产品的话 我并没有和大家来做分享 今天也是正好借着再版的机会 来和大家看一看这款产品 经过了7年的时间之后 产品的定价也是有所增长的 之前出版的产品是消费税前9800日元 今天这款产品的话是消费税前12000日元 但是因为当时的出版产品 是HiMetal系列重启之后的第一款产品 所以说出货量是比较少的 再加上年代久远 你实际买到手的话可能会贵很多 反而是买再版的产品 相对来说可能还会更便宜一些的 波罗河的正面峰会 依旧还是Macross的御用画师天神应贵的作品 是VFE正在拖AP背包的瞬间 动作是相当有魄力的 然后背后还会有一些展示图片 以及一个小天窗 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直接来开箱 打开包装之后首先还是说明书 这次产品因为会有AP背包 所以说说明书的内容量是非常大的 有五折页和HG的拼装模型差不多了 下面是一张被纸 同样还是黑底白色线稿 相当的漂亮 可以当背景质来使用 这边的话就是放着本体的吸塑 两层的吸塑 上层是B形态 以及一些替换装备导弹什么的 和VFEJ的裸机是差不多的 然后下层的话就是所有的AP背包了 还挺有分量的 打开上层吸塑来拿出本体 拿出本体之后我发现我手上的这款产品 在新品状态下 大腿跟的关节就已经发生一定的松动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中奖 同样也是有买了这款产品的小伙伴 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你手上的产品有没有这个问题 还是先翻到背后 把两个收纳状态的机翼给装上去 然后把盖板展开 再版的产品和之前出版 在结构上有区别的地方 就是在腋下会多出两个结构填补零件 还有脖子后面也会多出一块结构填补零件 可以让整个身体看上去 就会更完整饱满一些 之前出版的产品是没有这些结构填补零件的 或者说早期的VF1的产品 都是没有这些零件的 后期才加入的 除此之外 本体在其他部位的结构 以及做工方面 和之前的出版 以及其他VF1系的飞机 都是差不太多的 同样这款产品也是可以三段变形的 但是只能在裸机状态下变形 装上APP包之后就不能变形了 这个不是玩具的问题 是设定本就是如此的 关于VF1系飞机 在裸机状态下的变形过程 在以往的视频当中 已经是说过很多遍了 这期视频就不再多做赘述了 下面的时间就直接来安装APP背包 首先替换头部 把原本护目镜是白色的头部拔掉 换上一个护目镜是深蓝色的头部 这次万代也是给了一个完整的替换头雕 把衣领处的结构填补零件拆除 左右腋下的两块结构填补零件 也需要拆除 安装进气口装甲 这里需要注意 这个装甲不是装在进气口上的 是装在背后的凸起上的 在装甲的后面会有一个方形的孔洞 这样子插上去 对称的另外一边也把装甲装上 拿出裆部装甲 先把左右两侧的裙甲拆除 前后拆分 本体裆部下面的机头零件需要拆除 本体背后的机翼也需要拆除 替换上两片正常比例的机翼 把机翼向左右张开了之后 就可以把装甲给装上去了 前后两块 装完了之后再把左右两侧的裙甲也复位 左右两侧裙甲是起到一个锁扣的作用 是可以把前后两片的装甲给卡住的 肩部装甲单中方法就比较简单了 直接顺着形状卡上去就可以了 胸甲单中方法是通过装甲内部的两个凸起 把装甲卡在衣领两侧的缝隙里面 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要拆除 衣领处的结构填补零件的原因 这么看来的话 好像腋下两个零件不拆问题 也不是特别大 没有干涉的问题 我也是把腋下的两个零件装回去试了一下 果然是没有任何的干涉 再版的产品在AP装甲下 这两个零件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虽然说说明书是让我们拆除 但其实不拆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打开小臂前面的盖板 把手掌折叠收纳进小臂内部 把小臂处的装甲前后拆开 然后装到小臂上去 接着是小腿处的装甲 先把装甲拆分 先在前后两片脚掌零件上卡上两块装甲 小腿装甲拆装的时候是有顺序的 先装后面的装甲 再装内侧的装甲 再装前面的装甲 最后是外侧的装甲 另外一条腿也是一样 最后再整体翻个面 在背后推进器的左右两侧 插上两个外挂背包 OK这样的话 AP背包就全部都组装完成了 AP背包的安装过程还是非常简单的 安装结构和大比例的DX超合金的产品 也是比较接近的 全部都装完了之后 本体全高大概是在17厘米左右 相当小巧的一款产品 如果拿出DX超合金的产品 来做一下横向对比的话 可以看到high metal的系列 差不多是DX超合金的一半左右的高度 装上APP背包之后 小腿处的装甲变得非常庞大 重量也很重 所以大腿根部关节松动的问题 会显得尤为明显 完全是处于布局的状态了 希望是我个人中奖 如果是通病的话 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很影响把玩体验的 另外在侧颈甲的装甲处 这里安装也是挺松动的 轻轻一碰就会发生脱落 在把玩的时候也是挺影响心情的 除此之外 其他地方就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了 做的都还算可以 特别是身上的这些导弹舱门 全部都是可以展开的 小腿侧面的导弹舱门是前后展开的 内部会有八发导弹 并且导弹零件还可以单独拆分 小腿后面的导弹舱门是上下展开的 内部会有四发导弹 这里的导弹也是可以取下的 然后可以通过替换零件的方式 来实现导弹发射出去之后的空弹状态 裙甲侧面的三发导弹可以单独拆分 小B装甲后面的三发导弹 也可以做单独拆分 胸甲处的导弹舱门 是左右展开的 左右各五发导弹 胸甲处的导弹同样也是可以取下的 但是需要先将胸甲拆下来 从内部用产品当中附属的工具 这个小孔当中顶一下 可以把前面的导弹给拆除 在同样的位置上换上替换零件 就可以变成导弹发射出去之后的状态了 最后是肩甲处的导弹舱门 这边同样也是可以展开的 内部会有非常丰富的导弹细节 这里的导弹也会有替换零件 替换的方法和胸甲是一样的 需要先将肩甲拆下来 在后面有个洞顶一下 把内侧的导弹给拆掉 然后换上没有导弹的一块零件 这样子的话就变成发射出去之后的状态了 把所有的舱门都展开了之后 就可以还原出非常经典的 全弹发射的瞬间了 造型还是相当帅气的 在可动性方面 本体穿上了厚重的EP装甲之后 可动性肯定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 首先手臂平抬90度左右 驱肘可动90度左右 大臂根部会有平转可动 肩部关节会有360度的垂直平转 区块处的地方本来就没有设计可动 就不说了 大腿处的地方可以用 机型态下的关节 让腿部前踢到达90度左右 屈膝关节也有90度左右 腿部后踢的话受到积极的干涉 所以说几乎没有可动 腿部侧踢的话幅度也非常小 大概也就是10度左右的样子 然后在屈膝关节的地方 会有一段平转可动 这就是所有的可动幅度了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今天和大家开箱分享的这款 HighMetal系列的VF1 这一家AP背包的产品 我个人觉得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特别是全身上下所有的导弹舱门 都实现了无替换的展开结构 对于把玩体验的提升 还是相当明显的 如果你觉得DX烧骨精的产品太贵 或者体积太大加力放不下的话 今天这款产品我认为完全是可以 作为DX烧骨精的下位替代来入手的 好那就是这样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 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